大雨来袭如果溪水暴涨恐怕就会非常危险 看到这是台中市西屯区牛浦桥 新建到现在超过了42年 但因为桥长只有17公尺 造成这河道通红的空间不足会经常来淹水 中央还有市府就斥资了1.5亿要改建桥梁 从明天起就会全桥封闭 预计要到112年的2月才能够完工 众人一同动土祈求台中市西屯区牛浦桥改建工程圆满顺利 未来将拓宽桥梁跨距解决地方淹水噩梦 中青路牛浦桥下的岗尾子吸水缓缓流动 但其实遇到大雨经常暴涨几乎快溢出路面 由于桥梁新建至今已经超过42年 上游段尚未拓宽整治 造成河道通红空间不足 中央市府共同编列1.5亿元 将桥长从17公尺拓宽到27公尺 提升1.5倍通红能力 不过由于牛浦桥是连接古道1号与市区的交通要道 因此工程也采纳地方建议 全桥封闭并搭配中平路新建钢便桥改道 缩短大约7个月工期降低名声影响 那这次的改道呢 我们采取这个原来路幅宽度不减少的方式 利用钢便桥来改道 那这样改道方式可以让我们缩减工期6到7个月 可以缩减6到7个月 让我们尽早来使用 牛浦桥将从明天起全面封闭 路段则为中青路从黎明路到金茂九路 工程预计112年2月完工 用路人也得提早改道 确保行车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